首先講講何柱國想江鳴頂炮軍 現在香港政府辦事不力 在經濟方面辦事不力 整個故事的背景 基本上我想在商界 很多人的看法都是一樣的 香港政府尤其是李家超 可能是來自保安局或者警隊 所以他對於一些保安局或者警隊範疇的事 是非常熟悉的 如果說一個人的專業 或者一個人過去的經歷 在職位裡面的經歷 李家超就肯定在國安或者保安方面 是會特別強的 就算他做了保安局局長期間 很勤力地和立法會議員周旋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保安事務 所以特首李家超基本上是不強於經濟 也其實不強於政治手腕 只是強於搞保安和國安事務 這個令到香港現在 基本上李家超執政了13個月 但14個月都正在來 這13至14個月期間 其實基本上令到香港 跌了去更加萬劫不復的地方 本來香港在2019年的運動 2019年到2020年的運動 由2020年到2023年的疫情 基本上都走錯很多路 如果在運動期間 林鄭月娥如果願意溝通 基本上就不會她搞得這麼嚴重 而基本上在層次上 或者事件上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就是因為林鄭月娥不肯溝通 林鄭月娥代表了很多東西 代表了整個權力 不肯去談 也不肯去妥協 所以導致這個事件 是直接用坎頭埋牆 直接把整個香港撞在一幅高牆那裡 撞到香港散了 在散了過程之後 馬上就遇到這個疫情 疫情也是令我運動冷卻的其中的因素 也是令到整個香港撞在牆的其中因素 疫情在最初的時間 當政府某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處理疫情的時候 過了漏漫 或者亂七八糟 尤其是政府太過集中 聽幾個專家亂說 那幾個專家基本上就沒有能力 也沒有這樣的經驗 去處理當時的問題 結果就聽幾個專家亂說之後 香港就走了一條好錯的三年的路 一尾叫人打針 一尾封城 一尾就在那裡 說要逐個case找出來 在那裡做偵探 全部就最後去到自己 就是自己拼詞搞辯了 那些偵探頭腦已經沒有了 好了不要緊 去到中段 新加坡在2021年8月 決定開始 限於病律共存政策 2021年8月 應該是16或26日之間 正式公佈了四部曲 新加坡決意限制四部曲 因為當時香港和新加坡 本來是一個泡沫交流 一個用泡沫交流形式 即是說那些人就在一個泡沫之下 由怎樣到怎樣 由香港去新加坡 或新加坡去香港 可以互相往來 這個試驗性的開放政策 都取消了 香港政府當時就是批評 新加坡在抗疫方面 走了另一條路 香港很難和新加坡合作 香港的意思就是大概 新加坡只要一羽病律共存 一開放的話 全社會將會萬劫不復 將會被疫情戰勝 所以香港不可以和新加坡交流 不想將新加坡 將會爆發疫情帶來香港 而新加坡沒有所謂 新加坡最多就不做 接著新加坡決意行自己 一個開放政策 與病律共存 而第一批開放的地方 包括香港的 包括新西蘭 就准許這些地方的人 去到新加坡 好了 結果 新加坡是行先一將 結果新加坡全贏了 雖然新加坡都經歷了 那個疫情爆發 但是新加坡的醫療系統 是因為有好一個計劃 和管理很好 所以沒有崩潰過 雖然新加坡外勞方面 即集中居住的外勞爆得很劇烈 但都沒有出現一個 非常嚴重的打擊 對整個社會沒有一個嚴重的打擊 新加坡就這樣 在2021年的8月 去到2022年的年中 全面開放了 去到年中都不用再說開不開放了 新加坡基本上 已經做到Resident State 即是說新加坡的整個社會 基本上已經對疫情不害怕了 就和歐美一樣 就將疫情襲矣為償 如果疫情中了招 就自己戴上口罩 休息 看醫生 吃藥 如果沒事就繼續工作 新加坡的結果 短短在2021年的年尾 去到2023年 這年多兩年的期間 完全取代了香港很多經濟地位 取代經濟地位當中其中一個表表者 就是新加坡成功吸納了很多在香港做總部的海外機構 去到新加坡 是將整個海外機構的總部搬遷到新加坡 尤其是包括投行 投資銀行 投行有什麼功能呢 投行其實是幫海外的一些資金穩出路 在香港開Bunch的話 對中國對香港也有利的 因為它就會在香港和中國留意 是有什麼是一些機會去投資 只要這個投資銀行 它就可以包裝和推銷給一些海外的基金 尤其是歐美的傳統基金 那些基金願意將錢投來香港 基本上基金沒有眼 基金都是靠投行幫它問路 即是說投行的角色是很重要 結果香港是林鄭月娥對於疫情 以及對於當時的社會氣氛 包括政治氣氛的掌握不善 令到外資懷疑 甚至覺得香港除了繼續做生意 出現了疫情 現在面對著的處境之外 當時當然中國大陸不肯開放 仍然閒於封閉政策 甚至不斷要做核酸檢測 但是其他商家 或者其他大部分的海外機構 都已經是零零頭了 已經覺得是沒有前途的 是當時全世界都在開放政策 都在行餘病毒共存政策 就算亞洲比較保守的 都開始開放了 先是新加坡 跟著泰國 跟著南韓 日本 台灣 慢慢都開了 零零射射射 只有中國大陸 香港 澳門不開 結果 台灣也是慢的 結果 導致外資覺得 不如去一些 跟世界接通到 可以做到生意 有生意機會的地方 想政治 香港又出現了國安法 又出現政治不是很穩定 又出現了政治不穩定 不是說那個政治架構不穩定 而那個政治架構穩定 不過他不斷就玩政治運動 不斷就將政治信息 帶去香港的實體社會 那就放棄了 完全不理經濟 不理民生 只是什麼都理國安 什麼都理政治 這個情況去到現在 現在最近這個月少了 李家超因為少了出來 去到靖海侯在發表言論之前 仍然是非常劇烈地 是不斷推進這個政治的歷程 不斷是說國安大勢 不斷就說軟對抗 不斷就去找想延續著 這一種在國安上 至上 是將社會穩定的氣氛 是放在最頂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領導層 領導層當中 即是特區的管治班子當中 有幾類人的 第一類就是本身的骨幹公務員 骨幹公務員其實應該是有黑的 在2019年之前是極大有黑的 他們甚至可以干擾到 這個問責官員的一個決策和思維 因為他們是很掌握 香港一個混合的程序公義 很掌握整個香港政府 在施政方面的一個決策的流程 很著重當中的細節 很著重當中本身既有的思維 在林鄭月娥年代 仍然相對尊重AO 或者相對尊重公務員系統 所以雖然公務員系統和局長之間 可能甚至出現一些火星撞地球 或者甚至乎是大家藍原不切的思考 但是相對來說 林鄭月娥還沒有用一個方法 去壓制這些公務員 但去到李家超年代已經不同了 他出現壓制了 第一個大家要宣誓 宣誓之後大家就不能夠不效忠 不能夠不聽說 但是全部公務員 是被一個宣誓的緊箍咒著 是一定要聽這個 香港政府的整體決策去辦事 包括他上面頂頭問責官員 這個問責班子本身的一些政策 就算政策不好 第二 尤其是令漢豪那方面 就不斷在想擦場鬆綁 都不止令漢豪的 其實大部分的一些問責局長都是的 不再尊重香港既有的程序公義 不再尊重公務員系統 是留下來的一些程序和思考 決策的模式和流程 是覺得這些流程太過慢了 我今天要想想 我明天就要實行 我就不會讓你在左想右想的了 也不會讓你做準備工作 我喝到就要推行 這一種的情況 就例如在這個高財通 就見到出事了 高財通你說成不成功 我覺得是成功吸納了一些新的香港人 是成功吸納了一些 可能中產或以上的香港人 但是這些人究竟來不來 究竟這些人來到的時候 對經濟是不是真的這麼大的貢獻呢 在這個高財通的輸入上面有什麼改善空間呢 而改善的空間 會不會來自在高財通輸入這個政策的程序公義 和輸入這一批人口之後 來到香港的一些紀錄 是做一個review呢 原來香港的政府 雖然這個勞工福利局 是需要輸入增加八個首長級官員的名額 去搞這個輸入高財通 但是你見到就算它增加了 或者掉撥了 現在的一些就是精英 好像精英去搞這個高財通 高財通是理論上成功的 又講過六萬又講過十萬個申請額 最近這個月就不敢再公佈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可能最近一個月攤冷了 之前的增長這個月就不成功 它就沒有再公佈 也都說那六萬個申請三萬幾個批了 或者有十萬個申請六萬個批了 我都聽過這兩個訊息 接著就只知道萬多人來了 這個是一個多月之前的訊息 萬多人來了究竟來香港做什麼呢 他來香港是有沒有工作的呢 還是來香港探世界呢 來香港有沒有置業呢 還是租樓的呢 來香港只是住酒店的呢 還是說他清澄點水 當這個是旅遊簽證 喜歡就來香港做生意 其實是不會逗留的呢 平均逗留香港的日所多少呢 又或者這一幫人其實是打工準備交稅 還是說其實是做老闆的呢 他們來到開設新的公司還是怎樣呢 這種種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我們輸入高財通 我們需要是有這些資料的 這些資料就是方便 將來高財通這個計劃 是優化和改善 結果香港政府就沒有這麼做 結果現在勞福他是交不出這些數據 因為他根本沒有去採集這些數據 這個可以見到 就是香港政府呢 這一種就是覺得我要擦場鬆綁 我想到出來我就會做的了 我就不會被現在既有的一個 是決策系統所阻攔 就算土地規劃也是 現在就是公眾諮詢 本來兩輪的公眾 在城規會兩輪的公眾諮詢 令開浩準備是減到一輪 甚至一輪的公眾諮詢 可能都會非常低調地處理 滾過就算了 就算公眾諮詢裡面 是全部人反對 反對理由非常充分也好 令開浩的態度就是我不聽的了 我現在覺得這個為香港好的 我就會照做 但問題就是 他不會承擔將來的效果 將來壞了 他就不會因為這樣下台 這一種的態度 這一種擦場鬆綁 你雖然說可以令到行政主導更加有效率 但同一時間是可以令到香港更加多危機 好了我都不講危機了 講一講怎樣去推動香港經濟 剛才說過香港特區政府管治班子 有幾類人的 第一類人就是本身扎實了在一個 既有的系統上面的公務員系統 公務員系統有他們的常秘 常秘就代表他們頂頭 而常秘是非常熟 是做了幾十年官 是非常熟過往決策 收集資料 決策過程 政策醞釀 去到實行的程序公義 但是現在的政府就全部將它跳過 將它侮辱 將它推翻 就是我要這樣做就這樣做 你幫我想好它 不是幫我用回既有思維去想 結果就會令到公務員系統當中 有部份的人現在形容成測鞋子 或者長頭草就可以升職升高一些 甚至乎他們直接拍照 擺擺擺習近平的話策 擺擺擺擺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 這個書冊在他們的同框相片裏面 他們就升快一些 又或者他出來說多一些 左一些 做一些形式主義 他又升快一些 這些現象就對香港沒有好處 好了 接著在頂層那班官員 就是說這個律師 三個政司長 三個副司長 十五局 和特首辦主任 這組人加起來有三個特色 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有一些是專業人士 專業人士包括 好像有會計師 有醫生 也都有律師 有一位大律師 這種三個專業 何柱國 昨天上江鳴頂的炮軍 他就認為這些人多說 他們說話 他本身的職責 他本身的專業就是說話 但是說話準不準呢 從來在這個上層社會 是不會就這樣聽他們說就算 在上層社會 譬如在任何一間大企業 頂頭做決策的 就是幾個老闆 包括了幾個老闆的孫孫失失 即是說他的家族 還有他們下面信任那層的管理層 那個管理層就陪他們 身經八戰 陪著這個家族成長的 那管理層未必是專業人士 但是他們很有經驗 很有思臣觸覺 是知道怎樣做 是可能會有什麼效果 又或者遇到什麼問題 應該怎樣解決 這一班這些董事 譬如長江實業 譬如趙國雄就是其中一個 他不是老闆 不過老闆就很看重他 因為他對於樓市掌握非常透徹 好了這一種就是第一個管理 一些大型公司管理的模式 有限公司的模式 而下面一些專業人士給的意見 包括會計部給的意見 包括法律部給的意見 包括其他部門給的意見 一些專業給的意見 就是用他們的目光提出來 上面的人包括這些董事 例如趙國雄那些級別的董事 或者上面的老闆 決策的老闆 他們都會很清楚 這些人其實說的話是局限性的 局限在他自己的思維裏面 包括他的專業 包括他的個案的經歷 他是不會全盤通盤 考慮到任何問題 所以你對他 只能夠聽取 他給你的一些專業的見解 專業見解說得厲害與不厲害 或者專業見解說得天花龍鳳 都只是 這個專業見解的一部分 並不是決策的一個 portfolio 好了 這個決策的 portfolio 就由一些專業見解的專業人士 給了這些見解 給一些董事級的人士 由他們去包裝思考 和去改變改良 去成為一個方案 接著要決策的 就是是不是跟這個方案走 怎樣走 放多少錢來走 有什麼情況之下要停報 有什麼情況之下要review 這個就是一間勞糧公司 管治的態度 現在昨天何柱角上去 江榮鼎講 雖然說得不清楚 他大概意思是說 現在特區政府 只會聽醫生 法律的律師 甚至會計師的意見 譬如陳茂波是會計師 現在我們的律政師 是一個大律師 或者我們的部分 一些官員是醫生 問題來了 他們的意見 是否等於可行的方案 不是的 在大公司 他們的意見 只是一個基礎的意見 可以信得這個意見 可以因為他們專業 一個正確意見 這些意見 給了上去一個行政的 一個高的委員會 或者高的架構 他們就要將意見融會貫通 加上他們的市場觸覺 加上公司的財力 加上很多的因素 加上project 這個市場 包括國際的關係形勢 包括中國的發展 包括所有的因素之後 就會做個方案出來 現在香港政府就不是了 香港本來是有這樣的架構 李家超成立了特首政策組 你可以看成特首政策組 就是李家超的智囊 也是李嘉誠前面的董事局 也是李嘉誠這個董事局 恨常開會執行委員會的一些決策 但問題就在於 當官員想到一些方案 交給這個行政會議 或者交給李家超 交給李家超的一個特首智囊 他們基本上 是沒有一個能力把它優化 只是將一個專業人士給的意見 直接想執行 這個問題來了 就出現了剛才所說的高材通撞板 甚至將這個罪犯都輸入這個 罪犯都照批核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就反映到 管治班子 現在其實管治班子 在這個能力上出了問題 不是說個人能力 而是整個班子整合完之後 包括有特首 包括有三司 有十五局 包括有三司 有副司長 包括特首辦主任 包括特首智囊團 整個格局已經齊了 整個格局比林鄭月娥大 比林鄭月娥大 比林鄭月娥大 比梁鄭月娥大 比梁鄭月娥大 這幾百人 包括常秘 結果 是做不做一個很好的效果 是不行的 現在基本上 你好像陳茂波 聽到一個邵家輝議員 他說會搞活這個夜市 邵家輝搞活的夜市 他的意思其實是有講細節的 我相信他的意思 是說 例如開議五夜場 令到香港人逗留街道時間長了 令到他們向實體經濟消費的機會增加了 你督串魚蛋好 你或者買一杯飲品好 你都可以幫助到 這些租鋪的實體經濟 這些餐飲零售 可以多一些生意 令到他們不要那麼快倒閉 這個相信是邵家輝本身代表的一些中小企 和邵家輝講的意思 但是聽到陳茂波的眼中 的耳中 陳茂波將它演繹成 是一個地攤經濟 是一個就是香港要開夜市 然後你見到立法局整班流羅 或者建制派的流羅 就馬上出來了 我要怎麼開夜市 我要重開香港大大地 我們要哪裡開 我們要開幾多一百檔 這個食肆 我們要放寬食肆牌照 馬上想起這些糞便 問題就在於 本來我們香港有一個很好的系統 就是公務員有一個常備系統 不會讓香港政府亂來的 他們一定會守著門口 他們有程序公義 很熟悉這個法律系統 很熟悉香港或香港政府運作裡面的天書 很熟悉所有的程序 他們不會讓他們亂來 但是現在李家超政府 什麼都特事特辦 我們現在的行政主導 他在看行政主導 就覺得我想到 我自己用有限的腦汁 想完之後 覺得可行 我就推了 我不管了 然後我就去追求結果 以結果為目標 但是這種以結果為目標 的行政主導 結果就可能撞板了我吃飯了 簡單說 如果真的好像陳茂波一樣 這個就是搞多幾個地攤出來 搞多幾個大大地出來 第一 是直接衝擊了香港實體經濟 縱使你可以吸引到人流 在這些夜市那裡 但是在說實體的店舖 包括餐廳零售 是將會給這些新增的當販 搶的生意 這些當販的租金不用說是優惠的 所以是基於一個不公平的原則之下 結果這些租的店舖 是更加會倒閉 結果這種情況 就會令到香港更加的經濟 更加談死水 更加萬劫不服 問題就令到更加多 是買到鋪位的 包括投資鋪位的人士 在早幾年買到鋪位的人 可能連工都工不起 這種情況 見到街上的店舖 都下垂的好處 好了 現在社會現象就見到 香港政府是面對著 包括樓市 面對著香港的一個非常蕭條的市面 面對著我們雖然 有很多人 進來的人 即是說 我們的遊客 在復甦 但是遊客的消費 沒有復甦 尤其是大陸遊客 來短線遊 即是說 包括來即日遊 一天遊即刻走 晚上就會離開 這種情況是非常嚴重 昨天我和家人 特意走去女人街 我發覺女人街 開的檔口多番 並不是想像那麼蕭條 女人街的檔口 大概有八成在開的 有兩成沒有開檔左右 兩成沒有開檔 他覺得沒有生意做 但是我留意 有留意究竟他們做不做生意 跟之前見到那種生意的情況 完全不同 雖然我見到遊客 我見到歐美的遊客 我見到東南亞 好像菲律賓泰國那種遊客 見到中國的遊客 但是中國的遊客 走女人街真是少 真心少 反而歐美 或者東南亞遊客 會比較多 大陸遊客 會去到一些檔口問 買行李箱 跟著檔口告訴你 最便宜這個二百元 他們都會離開 這個簡單說 這個現象就是 如果你在淘寶網 淘寶多搜尋多 你會知道 大陸人是很知價的 他們會知道 這個價格是處於什麼水平 如果他們覺得 價格是貴過 即是說 商品賺得太多 在大陸這些行李箱幾十元 香港要賣二百元 即是說你賺了超過一倍 那他就馬上走了 不再說了 即是講價都不說了 不是想著 放反追回他講價 講價都不說 好 這種狀況 我見到的狀況 就是說 我見到有人流 但我見不到成交 我見到 有些歐美人士 即是說一些西人遊客 也都有些 就是東南亞遊客 他們都會看商品 但他們不會買 我真的見不到有人買 好了 這種情況 就是有人而沒有 有人流 但是沒有這個市場 又或者甚至乎 大陸遊客 我見到他們 亞街老街走來走去 他們拖著行李箱 似乎都會在藥房買東西 但他們不會走廟街 不會走旅人街 原因就是旅人街賣的貨品 都是淘寶網見到他們很熟悉 很支架的貨品 他們根本沒有需要這樣買 既然他是想買東西 想買多個行李箱 去加入一些他們買回來的戰利品 回到大陸 但如果覺得 那行李箱200元 他都覺得不值得買 即馬上走了 最少我見到兩台客 這樣問完馬上走 即是說 他想著 我不如拿個膠袋 請上去算 我就寧願不浪費200元 即是說 現在我們下來的遊客 悉客是特別多的 真心說 悉客是多的 我不是想罵這些遊客 他任何遊客來香港 我們都歡迎的 但問題就是 香港這個特別成立的部門 將旅遊文化 體育產業 擺在楊用雄廢柴身上 這個產業 究竟楊用雄 是有多掌握現在的情況 他作為一個政策局的掌握人 他理論上要發動一個政策 去 deal with 現在的處境 即是說 我們從現在2月 到現在8月 我們總共開放了半年 最少全面開放了半年 開放半年之後 遊客的數字上升了 但我們知道 在餐飲和零售 是完全沒有增長 我們每一個商場 都應該給數據 數據的政府可以知道 是知道是沒有什麼增長 我們知道 是無論香港人 或者無論遊客 消費的能力都是降低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楊用雄應該做事 楊用雄就算想不到 他也要跟旅遊業議會 這些機構開多些會 去想多些辦法 去搞香港旅遊業 包括引多些人來 以及引多些是欺客以外的人來 既然說欺客我們是要歡迎的 他就要來 他一樣會花錢的 他一樣會搭巴士 會搭地鐵 一樣會買東西 有什麼用他吃飯的 一樣會賺到他錢 但問題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找多些 更加多高增值的 更加可以令到香港的旅遊業復甦 可以令到香港消費零售市面 那個turnover增加的人士 如果梁岳雄是有做到一個survey的 他應該在這個期間 有些中期發佈 是應該很具體的 有KPI這種精神 就應該跟香港人說 原來中國大陸遊客來 是增長六成幾 已經回到疫情前的七成水平了 不過人均住的住宿日子 以及消費大幅衰退了 原來疫情前 他們人均住2.4天的 但現在人均住1.03天 大家停住1天過夜 原來人均消費每一個人 本來消費原先是15000元的 原來現在跌到4800元 這些數據我們知道的 然後我們突然間發覺尋到寶 原來來自東南亞旅客 是比起疫情之前還增長多了 原來東南亞旅客 過去幾年他們賺多錢 原來東南亞旅客來到香港 消費能力是高過中國大陸旅客 中國大陸一個人均花4800元 但是東南亞旅客是寫9500元 如果是這樣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多些東南亞國家 招多些東南亞旅客來香港 又或者我們怎樣可以改善歐美 在歐美的媒體上香港的形象 包括香港政府不要出埋垃圾的打飛機聲明 經常出埋了這些打飛機 對著大海打飛機的聲明 自己打完飛機之後覺得很暢快 但是人家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就等於你牙痛一樣 你覺得人家得罪你 然後你寫一個陸肉酸酸 可以這樣說 文筆是非常邋遢 說完用詞是非常折磨 是說一些 完全是等於自己打了一次飛機 對著大海 他覺得自己對著對方 但是對方其實是沒有理會他的 然後他爽了一下 覺得我打了一個聲明 我罵了你了 但是這個聲明 就不會令對方痛 也不會令對方改變主意 也不會令對方考慮 下次會不會收手 下次會不會忍忍受 好了 結果這些聲明出得多 結果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 結果減少了和西方國家的往來 結果人家疏遠我們了 不單止他們企業的總部離開 不單止投行離開 不單止他們的中介人 聯繫人離開 還要連他們的公民對我們印象都差了 這種情況 我們就算有經貿辦 擺在美國好 擺在歐洲好 都沒有用的 因為經貿辦完全做不到事 包括經貿辦完全掌握不到 也沒有辦法改變 當那地方的公民對香港的印象 都當他對香港的印象不好 覺得香港只是中國大多部分 他連中國都不願去 為什麼來香港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算他們打算來遠東 都可能選擇了改去日本 韓國 泰國 甚至印尼 新加坡 星馬泰 都不遠離香港 不情願來香港 這樣香港怎麼復蘇呢 陳茂波算廢柴級的了 在香港經濟搞得一塌糊塗的時候 他只懂得去舉手借貸 發銀債 陸債 這樣那樣 甚至乎 現在想起新加坡的伊斯蘭債券 這些東西 好了 他打算發債 然後拿錢回來 就可以填回香港損失了的公共財政收入 那盤數就可以達至接近平衡 那他只要虧的錢 或者只要財政赤字 是沒有上一期那麼多 沒有上一個財政年度那麼多 那他就領了公了 這個就是陳茂波現在 簡單講穿了陳茂波 是四十幾萬一個月廢柴做的事 他基本上就是做一個平衡 這個低級到不低級 低級到一個經理以下的人做的事 就是用借貸形式去令到香港那盤數 沒有虧得那麼多 去年他虧了一千多億 今年虧了一千多億 他就贏了 這樣的情況 是令人覺得非常之暗心的 去到何處角 你想想 他本來都退了下來的 無論商業上 無論政治上都退了下來 結果他的炮掌頸都忍不住了 結果昨天都要上去江鳴頂 都要炮軍 他不直接說這個政府 因為李家超小器 直接說李家超小器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事 因為我們的壇主很小器 說多兩句都不行 但是壇主又不懂得運籌為壓 又不懂得用他自己的智囊 特首智囊團又有點廢 你看到成立了這麼久 可能成八人在運作 沒有東西想得出來是可以的 Happy Hong Kong Hello Hong Kong 這些白癡都想得出來 這些都可以搞得一塌糊塗 搞一個Happy Hong Kong的市集 都可以搞得烏里丹刀 這些你不如給總商會搞 你看人家搞得有色有色有色 你跟著別人選copy cat 你就搞得一塌糊塗 水淨河飛 甚至令到去參加商戶都叫苦烈天 這個就是香港政府 好了 我們的問題 跟何柱國講的有些道理 何柱國講的就是 現在你經常聽醫生律師和會計師說 其實應該要想 醫生律師和會計師是給一個正確的使道 給正確的問題 例如對於很廢的楊永雄 他應該是管旅遊的 他應該現在復甦了 現在不是復甦了 是通關了六個月 他應該要一個中期的檢討 譬如現在六個月 各國的旅客增長了多少 距離香港留下是多少日 消費是多少 和疫情之前的比較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地區的增長 是更加理想 更加對香港有利的 那就對正下約 叫旅遊業議會 是去那裡去宣傳 去增加那裡的人來 那些人喜歡什麼 原來那些人還是喜歡香港的明星 還是了解香港的明星 原來是成龍 連劉德華都還在吸引力 你就搬他們出來去買廣告 不用Happy Hong Kong Hello Hong Kong 你就叫他們兩個 幫香港拍廣告片在東南亞播 那就有機會幫助到東南亞旅客鎮長 不用搞那麼多這些白癡 好了 現在問題就是 一些實體數據 一些掌握數據的部門 沒有交到功課 包括高才通 香港政府可能認為自己最成功的一個政策 但是原來勞福局 是沒有掌握高才通 下來香港的人 或者批了簽證之後 他們什麼時候才下來香港 有多少人是下來香港 有多少人是當旅遊簽證 根本不會來香港 我們應該掌握數據 然後就改善政策 是不是 如果他們拿去當簽證 就是說你三個月不來香港定居 不留三個月以上 我就取消了 逼他來 他來到 就算轉多的時候有消費 這些全部都是高消費人士 又或者另一方面 他來到之後 是究竟留鄉幾天的 清亭點水做生意的 還是會不會真的留在這裡打工的 我們都要知道數據 市民都要知道的 你才可以改善高才通 這個政策的 原來這些負責 一些專業一些的官員 或者一些實務一些的 在那個方範疇 有實務工作 有實務經驗 或者實務的一個職責的官員 是沒有將一些實體的數據 分析或者收集或者分析好 好了 跟著從而 你說現在特首政策局 或者特首政策組 究竟是不是聰明人 我覺得不聰明 因為之前這些流羅 他出來說的 包括明日大嶼 說要房屋要增加居住面積 全部都是廢話 他都完全不懂思考 很簡單 他之前再出大聯盟 香港再起飛的機構的時候說 香港人均居住面積 現在是全中國大陸和澳門最差的 一個人住平均只有160呎 我們要將它提升到250呎 甚至300呎 說你容易 如果在公屋 如果走了之後 居屋走了之後 那私人樓怎樣 情何以堪呢 在居屋和公屋住的人 平均住了二三百呎 在私人樓住的人 付出更加多 結果平均住百六呎 那你怎樣去海河重呢 他說當然不是 我私人樓都住二百呎三百呎 那如果私人樓住二三百呎 個人的平均工資沒有增加的 即是公屋的能力是沒有增加的 那怎有可能是住大一點呢 如果他的公屋能力沒有增加到 每個人都用到差不多盡量的公屋能力 公屋能力沒有增加到 而他可以住大一點 即是樓價要大跌 如果你說由160呎 身家到300呎 即是增加一倍 即是要是那個人的工資增長一倍 要是樓價跌一半 樓價跌了一半 他就能力會住大一點 這些呢 是不是香港可以承受的呢 好了 那你去回樓市了 樓市發生什麼事呢 樓市的現象 明顯地出現了一個 就是虛購 這個就是購買力的問題 那就是大家 整個香港糖水滾糖魚的局面 即是說呢 我們呢 因為樓市辣椒 這十多年的辣椒 是將炒家壓低了 也將海外購買力壓縮了 不是沒有 是壓縮了 那這一種呢 就令到一些炒家 即是炒家比較呢 可以這樣說 觸覺敏銳很多 在海外買家 就可以反映到 香港實體經濟的情況 香港經濟狀況的 很多外國人來香港定居的 自然就會有錢買樓 甚至乎是有機會買樓 不是全部買 可能租 但是租和買都好呢 都可以助長到一個租金 和一個樓市的增長 原因就是多人租 給得起租的 那炒家的錢 買得起單位租給這些租客 那它就賺回中間的一個差價 那這一個就是一個樓市 搞會的樓市turnover的方法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炒家 所以基本上呢 或者沒有了這麼多外來的需求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掌握不到這個市場脈搏的 整個樓市基本上是糖水滾糖魚 那就是呢 發展商就在這個頂層 發展商旁邊的包括 就是施永青的這種 agent 或者一些KOL 新西大陣營養了很多KOL 那當然幫他擦鞋 就紮一下鄭志剛 怎樣藝術家怎樣厲害 除了之外呢 他都會寫一些正面文章 就是令大家入市 那這一種的包裝呢 是令到買家有時候錯的印象 就是覺得樓價永遠會上升 就是會不斷上升 當他有一個錯惡 就知道樓價不會上升的 只要樓價可以下跌的呢 他跟著有錢都不會買樓 當如果他們上車難的時候呢 他們會吵得很厲害 現在上不了車 現在香港的房屋問題很嚴重 是結構性矛盾 是香港深層次的問題要解決 但其實深層次問題 從來就不是樓市 從來就不是買不到樓 從來就不是房屋問題 深層次問題就是政府太低能 深層次問題就是政府根本做不到 一個正確的決策 就是說拿正確的資訊 做溝通 跟著就做一個好的一個方案 跟著根據的方案就做決策 實行之後呢 就跟著有一個review 定期的review 去優化政策 政府從來做不到這一種模式 這一種正確的模式 導致整天撼頭埋牆 又或者不做事 又或者甚至要做事的時候 又做得不好 這一種情況 在樓市其實都出現的 長江其實你可以這樣說 整個售賣這個海 這個就是親海站 或者親海翼 我充滿意不好了 長江還拿了日本字來 更加考起我 對於親海翼這個銷售 簡單說 你計一計 現在它在一旗 即是向海那棟 它賣高了接近7-8% 即是說 長江其實 事實上 是一個可以看成一個 今次的親海站銷售 可以看成一個 非常之好的一個marketing的教案 來的 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 在逆史之中 在一個虧史之中 差的史度之中 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 就是教學的個案 就是marketing的個案 就是令到買家 在糖水滾糖熱過小時 是令到那幫買家覺得是值得買 然後願意入市 當中有些甚至乎是海外買家 包括高材聰入來的 好了他們入了市 長江就可以薄利多銷之下 即時放光單位 減低利息開支 它開支不少 現在說利息開支 新的借貸可能發展商 都要三四里 三四里 如果借一百億 就要三四億 你計算一下 一萬元呎 它就要給三四百元一呎 一個一年的利息 如果那個盤攤在 賣不去 半年就要 可能要二百元的利息 即是它借貸的利息 即是發展商 都是借貸回來 起樓的 那它的借貸都有成本 好了 長江成功了 接著我們看到 一個我見到的報道 但接著又找不回 所以我都不敢再說 李奧芳是否六五折推售貨沒有 不敢再說了 不如我們說回順次的海帕峰 松子海帕峰跟長江的取態不同 他應該和長江沒有那麼徹底 即是沒有那麼灑脫 長江的灑脫 長江現在拿著手上 大概還有五六個盤 都是大盤多的 除了他現在賣了油塘之外 他現在集中啟了兩個盤 一個是虧了 一個是跑到尾 用萬五元摸高買的 就是全體錯市了 那個就是李澤巨和李嘉誠都有錯的地方 萬五元摸了跑到最後一塊地 摸高入 那裏是虧眼的 或者那裏肯定沒有錢賺的 但同一時間他又補回 在啟德的近駐宋王台站 這個就是啟德的2A地盤 那個是四五十之類的 那個地塊 他又用五千二元買了一個就是啟德的用地 那就是萬多元成本而已 那如果買了兩萬元他賺幾成 那這個就是他拿著的兩個盤 他另外去到遠一點土瓜環 近鴻磡海參公園那裏 他有一個小區重建四合一的一個計劃 他又買了 不過那裏有萬元尺的土地 都不是便宜的 好了 接著他又買一個便宜貨拉住 那兩個便宜貨 一個就是這個就是奧特神道 一個就是限尺限價樓之類 另一個就是這個青山公路 和屯門公路之間 吵到擦天 那個就是大嵐那塊地 樓標過的 他便宜價三千五元左右 是可以這樣說賤價買回來 那個地就是吵到擦天的 不過呢 將會是上車的摸底位置來的 兩個公路夾住 還在收窄的公路夾住 兩邊前後都是向海吵 向山又吵 接著就是 那盤不小的 超過一百萬呎的發電的面積 在說的是三千五元呎 對長江來說 他拿著的貨是有虧本貨 有賺錢貨 是虧本貨是吵到尾 有機會虧本的 就是土瓜還四合一 而賺錢的肯定是 包括安達神道 包括大嵐這個盤 包括啟德這一塊就是2A地 對他來說 那個策略就是薄利多蕭 就是面對著現在 是有人認為 有些傻傻 尤其是經紀 夠膽跟我說 喂 加完息就快要減息了 開始減息了 加完息就不是代表減息 況且是不是加完息也是一個問號 究竟什麼時候加完息呢 下年1月加完息 今年12月加完息 還是下年3月才加完息呢 加完息之後 是不是就是等於減息呢 還是橫行呢 橫行都是個息高的 長江就看到 息口高對他來說 是一個大事 雖然現在我們看的表 去到今年的年中 或者去年的年尾 長江在發展商中的負債 是非常之一之獨秀的 就是14%而已 但是其實作為一個投資者 作為一個股票投資者 應該罵的 應該罵這個股東的 一個董事會的 為什麼要罵他呢 因為一間公司應該做生意 應該追求turnover的 就不是應該剩下的 就等於不應該做英軍的 英國集團就出名了 拿著現金擺的 就完全不做生意的 十年二十年才起一個項目 英軍中心之後 就起這個可能就是 拿豪坊 接著就什麼都不動的了 好了 這一種就不是做生意 也不應該上市 你上市應該是活用的資本的 長江的負債就是14% 就是反映過去的十年長江 都不積極投地 在2012年之後 是一直都沒有投地 當然去到2021年開始 他活躍了 但是2012到2021E 九年期間他基本上是躺在那裡的 這一種情況就令到他資產負債低了 也都被人罵了 就說他想拿走資金撤資 其實這個罵 某種程度上警醒了他 但是他的父子就沒有什麼 就是你外面了 他看的市就覺得 當時的樓市可能已經危險了 他就不會摸高追的了 分分鐘跌下來 因為香港人的入息是沒有增加到 供樓能力沒有增加到 政府的辣椒就阻礙了一些海外買家 或者炒家的入市 結果樓市糖水滾糖魚 是沒有什麼購買力的 結果大家就要虛購這些入票 在拍奧莊虛購到3萬5票 3萬6票 接著現在其實長實自己都要虛購票數 一個人可以入12票 這是什麼態度呢 一個人可以入12票 你3萬8票除12 其實只有3千多票 結果去到現場 沒有人數了 沒有一個記者醒醒 如果記得醒醒 可能有記者醒的 就被人阻礙報道了 如果醒醒應該去現場數一數 實際有多少人到場 數了實際有多少人到場之後 除了每一組人 一個經紀兩個買家 平均三個人一組 就可以除了實際購買力有多少 因為他都在現場抽籤 你就算當7折出席率 你都可以數到 如果現在這樣的優惠價格 在九龍東放盤 我們將會有3千5個買家 好了 長江一次過和你吸納了 已經是一千個買家走了 好了 剩下兩千多個買家 剩下九龍東發展的 你譬如 恆基 在油塘灣 那6千2個單位 何去何從 起定不起好 還不進行保地價好 丟下 好了 這個情況 香港政府會想 長江這次拉開遮措報 其實接下來 你譬如說說信志 信志連招商局 在日出看城第11期 是有一個叫海柏峰的一個住宅項目 它很有趣的 它第一期裡面 它分三棟發展 每一棟都差一點時間 它叫三期 海柏峰第一期 海柏峰第二期 海柏峰第三期 不是一二三座 大概是這個意思 第一座 平均是17888 是一尺的首賣 第二座 升到18000多 第三座 即是第三期 現在跌貨率下去 16938元 坦白說 黃志祥可能 在這個拍龍 錦上路 算賣得快 當時他就是薄利多銷 然後一炮買光 馬上把資金回籠了 對於信志來說 減低了信志的一個 就是借貸壓力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他考慮到 在日出康城 他除了第三期未賣之外 第二期還有很多貨尾未大 第一期還有少許貨尾未敗 還有第三期 都是他和招商局發展的 即是說 他如果現在是願意 將這個日出康城的樓價 勉強地壓低的話 不是勉強地壓低 是現實地壓低了的話 接著接下來 他不僅是 自己在第二期貨尾 第一期貨尾 和第三期 現在這個價錢要壓低了 簡單的錢少了 還要在第十三期 是會 都要 是沒有辦法復甦的 因為第十三期都正在來的 可能地鐵的因素 因為這個盤 地鐵有分紅的 地鐵都會在決策上 有一個決策的權力 結果順次算是高價賣樓 這次 不是低價 我相信他窄貨多了 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八 純粹是二頭 他沒有想到第三期可以 是強勢推出的了 擺明是滾過算數 長江似乎 今次就會吃了大部分的購買力 好了 在政府來看 他應該怎樣看樓市呢 政府如果仍然覺得 這些發展商在這裏表演的馬撈戲給我看 如果陳茂波仍然保留著他一個星期前說的那句廢話 就是說現在香港人的公樓負擔很高 香港樓價仍然過高 應該要跌跌 如果仍然說一句話的話 陳茂波可能成為千古罪人了 為什麼呢 陳茂波這個不表態 甚至乎是躺平 他有表態 他的躺平可能會令到香港樓市大幅倒塌 如果你不放辣椒 基本上是禁住了炒家 即是禁住了有錢的人 炒家我們可以看成一個炒家 也可以看成有錢的人 即是有一個閒資 可以利用閒資運籌為額的人 如果你禁住了他們 又禁住了海外買家 況且現在經濟差根本沒有海外買家 好了結果 糖水滾糖魚之下 香港的購買力是很限的 你看一看長江 這麼好的Marketing skill 他當然不會引起所有香港的購買力 他甚至居屋的部分購買力也引起了回來 結果包括付款優惠 包括三房單位一二三plan 頭三年只懂得公式不用公本 也都包括借九成 42%人用了呼吸plan 都是能引起三千多個客人回來 即是說 現在一年香港政府 在私營的樓 推出了兩萬的單位 是很大機會吸納不完 現在已經有兩萬的單位 是officially 即是說在這個 是有登記之下 有兩萬單位空置 發展商有兩萬的貨美賣出 但如果計算前幾年 尤其是收容機都包括在內 就是將貨美用拍賣形式去轉移 技術上賣出 實際上仍然拿著自己的手 或是拿著在自己的朋友的手上 未必是收容機 說的是全港的發展商 實際上香港的空置情況是更加嚴重的 因為當時樓梯響 香港可能行空置稅 他們不可以保證 不可以留單位空置來交稅 他唯有將單位全部都賣不出的時候 拿了一堆 然後用一個招標形式去賣出去 然後高價招標成功賣給另一個人 實際上表面賣出不用交空置稅 不過結果人家是沒有行空置稅的 現在李家超或者陳茂波 你是不是應該想一想 是怎樣可以攪活的樓市交頭 又不要令到樓價刺激彈性 是令樓價處於低水平 包括你可以做的事情 不單是覺得夾爆發展商 夾一個發展商 你可以減低發展商手頭上的利潤的百分點 譬如長江可能在整個親海站 平均的回報率是10%左右 如果好像信和這樣 現在你計算一下 就算保地價也是五千元呎 現在就算計算六千元呎 就是建築的費用 再加上有大概一千元的利息成本 當它是攤牆來賣了 要賣兩年 要一千元的利息 加上都是一萬二元 就算地鐵分紅兩成 再加二千四 它都在說一萬四千五 那你問一萬六千九 都有兩成利潤的 會不會夾到 那些發展商平均都是一成利潤就算了 不要以前這樣 最少都拿兩成利潤呢 政府可以的 但是夾完之後 市場是否等於政府你覺得 是應該要到了減額的情況呢 你會不會到時認為 大家供樓的成本仍然高呢 供樓的開支仍然佔家庭日息 中位數的百分之四十呢 或者大家仍然賺二二三年前 才能夠買起樓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仍然不放辣資的話 那永遠不用放了 香港永遠就萬結不復了 最終可能就會去到 在大陸的情況了 就是用三個紅燈的政策 夾死了發展商 夾死發展商之後 原來要影響到實體經濟的 會影響到大家的消費信心的 原來會影響到 經濟是沒有辦法推翻上去的 如果香港是不是想這樣呢 如果不是想這樣的 譬如現在 香港政府其實也要同樣做另一件事的 就要減低建築成本 剛才說過 地價和建築成本幾乎是對開的了 現在長江在啟德的站 在五千二元的地價 基本上我可以告訴你 長江建築是便宜一點的 當然我不知道他還能用到那間公司 但另一間公司 另外兩間公司都會搶的 還有一些大陸的公司都會低價搶的 如果他可以去到 譬如現在是 房歉在啟德的地盤 房歉在一一地盤 一號一的地盤 是說三千九百多元一呎 建築成本 長江達到這個指標 去到四千元呎建築成本 建築一個盤出來 他的樓價 即地價是五千二元 即建築成本 就算好像房氣這麼便宜 都是幾乎樓價的八成 即地價的八成 所以地價的八成 或者樓價的四成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樓宇發展成本的四成 如果是這樣 政府其實如果真是積極有為 真是要令市民的公樓負擔減低 他就不只是對樓市下弱 是應該對建築業也落弱 去令建築業拿回建築業的利潤出來 或者加回建築業的消耗 貪灰這些情況 令建築業不要拿走這麼多錢 很簡單 大家記住 也是今天我發表的委託 最後一段說話 我們的建築業的議會 CIC 是跟法律成立的 它成立的目的就是 幫香港的建築業 找一個更加安全 更加cost efficient 更加利用科技的建築方法 令到香港的建築業 是不斷推陳出身 在成本下降 安全和環保方面有貢獻 但結果他做了些什麼呢 在林鄭月娥時代 他不斷推林鄭月娥 接著有了MIC 令到林鄭月娥或者陳凡 白癡到誤會了MIC 在香港發明 不知道這些 根本新加坡已經走了十幾年了 不知道全世界正在用 他只是抄世界的經驗來香港 以為香港發明 好了 結果當時林鄭月娥也落搭 林鄭月娥建了過渡性房屋 當時是用四十幾到五十幾萬一間 已經是貴的了 每一個貨櫃 在大陸買下來 成本都是離開國企 如果很多香港人就說 要益大陸國企 讓他賺了錢 其實不是的 離開他門口 貨櫃都不用十萬 下來香港就收四十萬 那你想一想 事情是怎樣 為什麼有這麼多利潤呢 好了 由林鄭月娥明明說明了 MIC CIC 就是建造議會 不斷地說這些合成建築法 是會節省成本的 是會更加保障到建築公期 更加少爭拗 更加省錢的 這個是建造議會說的 林鄭月娥年代 找些鐵皮屋來 找些貨櫃來 結果在香港買一個貨櫃十幾萬 結果林鄭月娥就用四五十萬去判貨櫃出去 好了 結果中間大把人中把私落 然後去到李家超年代 一個白痴換了另一個白痴 好了 更嚴重 八十八萬 由五十萬變成八十八萬 這是什麼情況呢 為什麼要這樣增加升呢 為什麼要這樣加法呢 好了 現在房協用碩屎形式去做這個MIC 重金一百萬一百十萬才升到 比起現在的建築還要貴了兩三成 為什麼我們突然間會推高建築價格呢 如果香港政府真的想要積極有為的 行政主導的 現在行政主導是大了的 行政主導就是我全部破構立身 以結果為目標 以及我可以想怎麼想呢 就會擦場鬆綁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你在香港的人 在樓市負擔方面輕鬆一點的時候 當發展商願意讓利了 減低利潤 當發展商在投標投地的時候 不會亂搶了 不會盲目推高地價了 在另外佔成四成 發展總成本四成的建築費 為什麼香港政府放任 是由香港政府去推高現在建築價格呢 MIC是香港政府推行的 現在發展商人發展商沒有怎麼動過的 是香港政府推MIC 甚至每一個政府部門 每一個政府的一個公務部門 是有百分之二十的一個turnover 是要用在MIC 好了 你推過MIC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按住MIC的價錢呢 為什麼你推MIC的過程裡面 是有一群權貴去中國大陸開MIC廠 不是做建築家都去開MIC廠 然後回頭 這群權貴現在就吃了 這些MIC 十多萬個單位 現在來香港就賣八十萬 十多萬在大陸整個單位 在香港賣了一百萬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就是香港政府要檢討